歡迎收看午市前瞻 期指決算日港股上升 恆指中午收報22,441點 升130點 今天請來專家陶國斌和大家分析大肆的走勢 阿媽 你好 你好 看港股這兩天表現算不錯 恆指今早最多升超過200點 曾經上升22,500點的水平 你覺得期結之後 港股還可不可以繼續升勢下去呢 其實我相信暫時看回那個大市 氣氛上面都不見得說真的很活躍 當然在高位23945落到現在 大致上去到22,000點應該會有一定的支持 我相信暫時是有這個期指次算日季節的因素 還有昨天見得到地產股終於有個回升 我相信有機會是先期找回22,500點至22,600點的水平 是 預計後市會否可能會進一步再上升 但其實都可能會在支持位度反覆上落呢 我想在區間反覆上落機會比較大些 最主要是看到香港這邊 即使在歐美的市場 以及避險情緒降溫 以至是我們看到的VIX指數 都是一些相對低的水平 以及美股持續都是在歷史高位 但港股始終都跟不上 我相信這個是受到內地 甚至是香港本身的一些政策風險所拖累 我相信港股暫時 去到22,500點至22,600點附近 就是一個中間位 有機會都是上下幾百點去做一個集幅的區間上落 另外國壽今天公布業績 他之前發過刑警 表示盈利可能會下跌百分之四十左右 你又怎樣看國壽的表現和未來的走勢 我相信國壽本身的大股價上的推動 最主要以往就是來自兩方面 一個就是對人壽保險主營的業務 另一個就是投資收益方面 但是見到其實普遍內地的保險股 他們那個主營業務方面 都不是特別理想 尤其是國壽 而另一方面 在那個A股的市場 我們見到其實在2月打後 已經是陸續消退之前 過幾月那個反彈的勢頭的 暫時來看見不到 真是有很明顯地 在A股有什麼特別大的投資氣氛 那對於國壽來說 就見不到很大的憧憬 好 謝謝阿媽 接著看成交匯約股份表現 其中中行業績較預期好 股價升百分之1.7 中午是收報3.61 另外恆大盈利下跌 兼且不派息 股價跌百分之8.3 中午是收報3.2 收視之後將會有三分鐘市評 再見